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們主持雪凌 就比較少人,雖然是錄舊番,原因是什麼呢? 那群人都去了歐洲 歐洲人 整群都去了歐洲 笑什麼是歐洲人 總之現在不在那些就去了歐洲 連最少出現那個都去了 但這裡有個真歐洲人和真非洲人 對 開始了,今季舊番曾經都有一個一絲的稀奇 這個世界下限是有極限的 你對這個世界是不是太美好呢? 低處總會有個絕對冰點這件事 你太天真了,低處就算是低的 那是有極限的 應該這樣說 在我們現在看到所謂的難 還未到極致,它還在一個開發階段 你要知道我們在64DX這個少女展車的時候 各位嘉賓是不斷在看的 好像是迷家 今天是不會說的 競爭聊下個星期 我想大家這一套可能都忘記了 雖然這一套第一季的時候 給他的評價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當我一口氣完成整套學戰都市的時候 我就知道它可以在什麼地方 你不用一口氣的 你看到頭五集已經知道這套東西不行了 初出學戰都市的時候 我們在品評那件事就是 什麼時候看到女國脫的時間 為一個基準 他的時間是不高不低的 我記得是 因為你要用一個4T王的掌針去想 即是紅頭髮 火系 包衣 打 擴控 這是一個基本套路 等於前賽的 慢慢不斷上賽 結合了什麼 天下第一 武術大會 再加上魔法禁書目錄 兩個元素混合在一起 就是這套學戰都市 關禁書目錄什麼事 即是我知道風格 主角的所見所聞 見女就救 不是見女就救 給女救偶然 那我問你 DOMMA是給多少次 那些女的救過 也很多 你明白嗎 這類不僅是DOMMA那本 金書目錄 很多類型 這類都是學員的戰都市 它圍繞在一個都市裏 至少不會無故 像其餘的魔法戰爭作品 明明是說學員的 但是三集不夠 就跳了出去大世界 學員是那個 旅館 或者是一個很安全的 其實是最不安全的學員 就是那個是戰場 我先不論他很愚懷 至少就是在動畫裡面 兩個故事整個都是圍繞在 聖母祭裡面 跟回比賽順序 通常就是什麼 很難得的一件事 通常你現在看的作品 是很少一個比賽 可以打到完 通常是什麼 打到八強之後 就突然外敵來襲 整個比賽就斷了 所以我是很難得覺得 原來整個比賽是打得完 每次都落地都是完 打最後是完 樹齡說的那種 現在不是 以前你可能說 比賽打得多一半 輸也好 完也好 什麼都好 現在不是 現在可能是缺脫下一鬥 一場單一的比賽 都已經會被人打斷了 你看看之前那些 最弱無敗的那些 現在他可以整個招勵 打完 學戰都市 其實設定上的東西 是把一些細節放薄了 所以我覺得看的時候 你不會太在意 那件武器的特殊能力 因為它裡面的設定來講 就是黃色武器 和純星的武器 兩種的區別 其實你看下去的 戰鬥裡面其實不大 大家都知道 魔法作品是什麼 主角拿著一把 就說這把就是世界 最最最最最最什麼的劍 不是 你這個說法 不通的 不是不通 你聽不明白 主角永遠都拿著 世界最最最最什麼的劍 例如IS 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男人 所以他就拿了唯一一把劍 他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男人 他世界上唯一一個做IS的男人 這一點心想就是 首先動畫面 他沒有怎樣跟觀眾解釋過 什麼武裝什麼 武裝的方法有什麼分別 但實際上你見到 主角的把劍 是後來很屈的 我先不討論 臨力那方面 在這個層面上 你見到就是 至少你不會在後期裡面 因為其實你見到 整場戰鬥裡面 聖武戰裡面 最終都見到 只有一個對手 用黃色武器 即是你先不要計算武器 那把武器 不是一個去界定 你是高手與不高手 那件事 因為你其他作品很多時候 反而有問題 因為主角一開始 就已經拿了一件 超外掛SSR級的武器 然後跟著 你沒有理由 找個是什麼 拿把木劍的跟他打 然後跟他打 主角打得很辛苦 是顯不出主角的勁 這個是很大問題 他這裏是偷薄了的 這份人家說到 其實你說的黑奴魔劍的能力 它的能力其實是 雪穿鳥其實是很standard 現在的魔法戰爭類型作品會常用的 魔法戰爭類型作品 男主角基本上會用的武器 翻看所有作品 是有一個特性的 村防 他可以瓦解一切 不知道什麼的脹壁能力 其實這種能力其實是為了什麼呢 很多時候其實是為了 合理化就是什麼 因為主角要埋債 如果有一個很強力的防護罩 你要很理順地 不是出不出力的問題 就是那把武器 可以依靠武器的能力 就是說 你脹壁戰鬥力100萬也好 那把武器無事脹壁 落地一定不好的功能 他講明是不能劈爛最壁的 但其實我覺得結效果 結果的能力沒有很分別 你不是見到就是 學戰那裡你就覺得 喂 你之前明明劈不爛 如果你劈得爛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一早劈呢 最明顯就是 第二季最終戰打個鎚 用回普通劍的話 是真的打不到的 一換回那把東西 一下子撞過去 把鎚就廢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 大家留意一下就是 我不會說全部 就是剛才有買的都提過 有些作品不是大 這個是很共通 因為它是能夠創造一個氣勢 那看天啊 那是凌弱的對手 你要什麼防禦戰 什麼破散 那我不用玩了 那他是男主角 其他那些不是男主角 所謂貫穿 或者瓦解對手 一切防禦能力 這種東西 是有一種 小小屈肌的成份 你可以說是 都不是小小的 破壞了平常的戰鬥 而且你明白 那個氣勢是不同的 你說一些很 很自謀向的能力 你很難表現出 就是主角 因為這些是很宏道戰鬥的作品 一招燈蒙劍的砍下去 那時候 對手就是 很危急地去 出這個帳壁 然後你見現在 其實很多作品都是不同的 是否都要做個帳壁出來 應該是誰會被瘤 應該是誰會被瘤 然後 一下子砍開帳壁 再砍開對手 不是 不死人的 不好意思 一下子砍下去對手 那個氣勢就出來了 你說砍下去的氣勢 我覺得很少有趣 就是 學戰鬥士 其實他贏不贏 除了第二季介龍那兩姐妹 真的以打人為目標之外 大部分人都是以打孝輝為目標 不是啊 你看到畫面就算多有用 一開生意就砍下去 他尾刀那一下 打孝輝才難 他尾刀那一下 都是好像你戒一塊薯片的感覺 所以你說氣勢我完全不認同 有的氣勢就是 準備打薯片之前 即選這個的時候 你撕薯片那一下 你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要說到整個學戰鬥士 我不是說學戰鬥士的作品 這個世界舞台裏面 所有 無論每個學員 的Ranking 和參加比賽的規則 都是奇怪到完全不幸的 你不覺得他有問題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偷得很薄 他不會不停跟你說 嗯 好像有什麼呢 本相印就一定要什麼什麼 就是這一類型的朋友 他偷得很薄 他從來沒有告訴你 始業十二人 究竟是用一個什麼的準則 去排出來 你接著就是 為什麼主角能夠成為第一人 原來他們是玩取代式 總之就是什麼呢 任何一個人 只要你挑戰一個對手 你贏了他 你就可以拿到他的Ranking 對手就出席 走到你自己做回合 會換入你原本的Ranking 你也 Whoo 其實你見到就會很詭異 其實此業十二人的事 什麼 我知道我贏過你一次 神經病 開始挑戰 我真的 我要接受要挑戰 你更不是 其實是理順了一件事 我和你打 我輸了 我要跌ranking 我贏了 有什麼? 沒有的 就是你看到這個是這個制度的漏洞 那贏了怎麼辦? 最重要就是你知道這個學員裡面是可以拒絕戰鬥的 你可以說很有趣的 因為剛才我們在說這個ranking 這個伺業實力人的問題 其實你只要在第一季 介紹女國出場的位置 就stop了 所以也會明白 比如說去到後面的解釋 就是說 為什麼麒麟用這個同眼巨語 為什麼無緣無故變成圈外 沒有排名 因為男主角沒有排名 那男主角打贏了他 就是男主角變成第一 但是反過來他變成圈外 第一個一氣變成什麼都沒有 所以其實你看到就是 那個所謂的伺業十二人 尤其是打麒麟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原來整個學員的排名是這樣 然後當你如果知道這件事 你可能不察覺 因為當時看這些作品 我都說 智商是會稍微下降的 我明白的 但是當你回想 就是什麼呢 始業十二人這個設定基本上 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是 介紹角色有用 而我覺得這裡有個位置 我覺得算是學戰都市做得幾好 或者他沒有在這個moment裡 big balance的一個位置 通常這些作品就是什麼 如果 所謂的始業十二人 在其他的作品裡 就是什麼 雖然始業十二人 是這個學員最強 但是 頭三名是零四人不同的 如果你說 四至十二名 是一個A級的實力 頭三名是SS級 但是這裡他沒有做這件事 看到的就是 甚至男主角 我一直沒有說他的名字 零九 他的實力 他的實力去到那個程度 就是其他 他已經是從整個始業十二人 所有人的實力 其實是均勻的 不會突然走到一個 哈哈 你太天真了 你以為四天王裡面 我和其他三個的實力 你太天真了 只不過因為上面再沒有位 我升不到上去 那這是什麼 這是魔法禁書目錄 一方通行的對白 但是我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才 講到這個始業十二人的問題之前 都討論過 帶出過的問題 就是那兩種武器 就是黃色武器 純星武器 是的 但是我回想起 他第一季的時候 例如Lester 就是那個肌肉佬 他是想拿一把東西 但是那些武器的問題 就是他會選主人 嗯 浮花爹有個新生 他沒有排名 如果他可以 給那把武器 認同了他 他出力大了 他威威的 他有劍 那他就會打贏 其實我又覺得 如果他把武器認同到他 然後武器又不會認同其他人 那他給他做始業十二人 又好像很合理 我這樣說 其實 因為我都說是 學戰都市聰明的一個地方 就是什麼 他從來 他沒有去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這兩種武器 在出力上 或者是 是不是拿到純星武器 就是什麼 我這一輩子都贏了 告訴你 我見了加一把的 你見了加十的 你怎麼看 你都知道我贏了你 他純粹在說 純星武器有一種特殊能力 但是什麼特殊能力 對你的戰鬥有沒有幫助呢 還有就是 戰鬥裡面 其實他一直在說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傷黑 尤其是他很早期已經說 就是Uris和雷士達 兩個人 是因為雷士達打不贏他 因為他的戰鬥方式 被他黑死了 拉打來的 完全被人 叫做整套東西 到最後 都沒有出現過 不算奸笑未出手的角色 整個戰鬥裡面 是沒有出現過 BIG BALANCE的戰鬥出來的 就是所有人的實力 其實都是在百種之間 只不過是 可能是環境 氣勢 任何的 KT Quad 狀態 而影響到 究竟那個戰鬥裡面 誰贏 就是你不會覺得 就是 男主角零斗贏 是因為 他再打得住 是不是他贏 其實你未必會覺得 他一定是他贏的 就是他贏 可能有時候 可能出了一些所謂的 奇招 奇拆 或者突然之間 開了一個外掛 說 你五分鐘的 為何你等一下去一個小時 我怕怕 這些東西 在這些外在因素 包含大 其實整個戰力層來說 他沒有其他魔法作品 那麼誇張 就是突然之間跳了 跳跳跳 就是變成什麼 這類作品 很多時候 我們以往都講過一個問題 主角的同伴 再不能夠協助到主角 因為主角攀升級的速度 實在太快了 不是 而且主角打倒了自己的朋友之後 朋友不會再參加比賽 就沒用了 因為這種是所謂龍珠式的 疊戰鬥力的打法 這種打法的最大的缺點就是 如果沒有足夠的故事 或者你是很focus 只是在一兩個角色身上的話 其餘的所有叫做什麼 後期加入的角色 最終只能夠變成啦啦隊 但是這裡 在兩季裡 我可以說是角色奇蹟 而且他始終會變成五人賽 所以你看到第二季 基本上會長不用出來 他沒什麼可以做的 所以你說 他打完拖利文之後 還有什麼打 他終於出場了 除了介紹了這些片尾位之外 戰鬥裡面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不是說沒有特殊能力 但是 就再不像其他 就算開頭說 諾大也好 那麼著重的是什麼 哈哈 我的特殊能力就是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那個問題就是 你的特殊能力是什麼什麼 你告訴別人之後 那你就會被人省下了 這套東西裡面 即使那個叫做什麼 我不可以叫做特殊能力 底牌 是特性 是戰術商 即是他用開一種什麼特性 就是我用開重力的 一個就是我用開 我是快 我打速度戰的 一個就是我用戰術 或者是AOE形式的攻擊 Eurys那種 即是你知道 他的打法 但那種就是什麼 不是說 我的特殊能力就是這樣的 但其實他是有一個死位 你一刺死位 我就拜拜 所以這個戰鬥來說 即使為什麼學戰都市 尤其是這樣的武術大會 尤其是男女主角 這些組合 你的招式是這樣的 你不會突然之間 升龍拳之後 多了一招 什麼什麼什麼 升龍拳 那些東西 突然之間學招 那個戰鬥是會看得悶的 不是 這個原因就是 你見到有趣的 他們每一次戰鬥之前 敵人是不會這麼看 我的能力是什麼什麼 就是他沒有 至少合理地說 我們是調查過對手 看過那些陸像應大 知道他有什麼能力 想方法 叫做有合理交代過 有前置安排 有前置安排 當然你說OK 我們說到就是 升武制裏面 升武制裏面 有三個比賽 三冠王 所謂的 他們單純一個 在這個裏面 就是 寧斗就同 Yuris 沙耶 和麒麟 我覺得這裏 我覺得他偷得不錯 他沒有說過 你一定要是 持住十二人才可以出賽 其實是很疏的 你看到這些規則 他一定是 我不可以說什麼 不是很模糊 是很鬆 基本上他直接說明 你想參賽 可以參加的 沒所謂 你找到人 你就可以參賽 因為建基於就是 他的所謂制度 如果不是的話 麒麟就說 我排隊外了 怎麽搞啊 我又要找個 12人開刀 我覺得這套 始終他有些有趣 就是 你很少見到制度殺 或者設定殺 這套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 所以反過來 就 沒那麼反感 就是這樣 沒什麼著重 提到的 就是看的時候 你只顧著看比賽 就忘記了這個設定 你只知道 就是打爆個效輝 這樣就可以了 在那個 二對二的賽制裏 只要 要不就把對手打敗 死算不算犯規 我不知道 沒有死過人 因為 不是死過人 總之打到對手 完全打到失去意識 還有就是 把他們的效輝 弄爛了 就當贏了 可以用戰術性 或者戰力壓的形式打 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一個 當然 在這個賽制裏 不是沒有出現過奇怪的地方 是出現過很多次奇怪的地方 就是 其實 伊勒士的攻擊 是非常之有利的 他遠距離 他一直沒有提過 就是 張的硬度 以及 怎樣 實際的攻擊才破壞 所以是 任他指的 因為任他指的 這件事就是 他一直沒有提過 至少在戰鬥裏面 大部份人出現的情況都是 他對準 那張 攻擊 那東西先爛 所有AE攻擊 就算有什麼爆炸符 那些人 是永遠都炸不爆 那張的 很有趣的 你看第一季 第一季 第一季早期 那些阿哈雅圖 不是很需要打的時候 伊勒士去炸火球 然後那些人 那張爆了 他就說輸了 到後面第二季 沒有人是因為這樣被炸爆 不是 後面的人比較厲害 那些人避開的重點 那張會硬 不是 他們硬吃了 但是那張沒事 他最多有個硬矮出來 那當然你說 靈斗的能力固然就是 他是爆氣的形式 他是一個鹹蛋超人 他只能夠有五分鐘的戰鬥 比鹹蛋超人好少少 鹹蛋超人都三分鐘 他有五分鐘 他可以發揮 他被他姐姐阿瑤 封印了他原本的實力 他有什麼精神力 其實是什麼 我不知道 總之厲害了很多 總之他可以發揮他原本的實力 他有說過 但是 我這樣說 可能因為故事的推進問題 或者是原作的問題 甚至大家看到 就是所謂解除封印之後 因為開頭他姐姐說 你的力量太強了 不行我要封印 你開頭會想 難道你是世界最強 原來你的水晶 那就是全部人都要封印了 我是有這個想法 他有說過 他現在解封印 只是發揮了多少成 味道完全不一百分 你猜可能下會再升級之後 解得第二到第三個 會比較厲害 簡單說吧 他卷素味道也不能解封印 不是 我真的覺得 阿瑤 他姐姐 比較慳悲 這件事 我理解就是 甚至你覺得 你弟弟的能力很危險 但是 五分鐘是否真的少了一點 不是 這個設定應該沒有觀眾的心舊 你看五分鐘的劇情安排 對不對 他那個故事鋪的角色 他又不會很誇張 突然之間鋪了一個世界 因為 整個故事 也是在六個學員裏 大家派人出來 沒有什麼特別的超展開 我覺得 其實都挺平平無奇 甚至說 其實戰術 我這樣說 他的戰術 雖然簡單 但是 某種意義上 對我這類觀眾來說 其實是救了他一命的 因為你簡單 我是很難挑剔 你一些很簡單的戰術 因為簡單的戰術 是很基本的戰術 如果你跟我說 我想了一個天衣無無出 這類伏水的戰術 然後告訴你下一段閘 這樣的話 這樣就會出事 不是的 實際上的表現很簡單 因為看到所謂的V2 其實跟V1沒有分別 入場 大家理由A對A B對B 我想這個位置其實是 在這套作品 在這個賽制裏面 表現得不太理想的地方 實際上表現跟 好像Bill佩奈那樣 就是 V2第二位都是這樣的 3對3的 所謂3對3不是組隊打 是一個和另一個 就是三個和另一個三個人打 除了合體 除了兩者 除了兩者 可能某幾場是可以的 你看到兩個人怎樣互換 可能是前後隊 或者是隊形的一單 很少 你不太著重去隊形 或者這麼說 其實在我認為裡面 所謂的組合戰鬥 要表現得好看 其實他是 剛才有馬說過一種高速切換 但其實不是切換了之後 就是什麼 喔 阿昇阿昇給一隻手來 換人換人 不是這種 換完之後 你打我 先出場休息一下 是前後大家的崗位 調轉負責的工作再不同了 那種會為之組合 即是連攜、補位的問題 但他基本上是沒有的 他有叫做什麼 有一點 很少 好像第一季 最後吸血一個炭兩國 或者最後機械人 一個男的幫助打 要幫女的拔防熱罩 會這樣 你這樣說 SAO那些 阿斯坦幫我爭取幾秒的 那些都是 你不介 那不行 那些不算 那些不算 阿昇你講這句 這個例子又誘惑了些 我覺得沒什麼分別 如果你這樣說 差大家的名字 不是叫星巴氣球站 因為那個位置 我叫做多人戰鬥 他不叫群體戰鬥 多人戰鬥裡面 其實是說 就是 牽制是其中一種戰術 但是叫做什麼呢 我覺得很多時候 這些所謂的戰奏 就是太多去用所謂的牽制戰術 就是什麼呢 你頂住他 我 我搞定那邊之後 我過來幫你 或者說 總之大家打一個 入二入 其實那個變成就是 你把那個打法 是沒有了意思 即使你好像說 在整個學戰鬥裡面 出道名 自己是打所謂的戰術 你會看到 一個隱形 一個放爆炸符 然後就是 你會看到 一個放爆炸符 一個說話的時候 其實通常說 大哥說話的時候 其實我是令到你分心 然後那個妹妹 她說話有些道理 我先聽完 你會看到是什麼 你隱形之後 你的戰鬥是什麼 打 現身那傢伙是什麼 就是要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說真的 戰術來說 在整個比賽裡面 真的打得最好 甚至你說 黎師兄也勉強 叫做打得最好 真是打combo出來 而弟弟 我想是最聰明的一個 當然 我想大家是叫做 他放分身的時候 大家是 十個裡面有九個 我都猜到就是什麼 那三個都是假的 好了 那個戰術裡面 其實你說這一套裡面 他們兩個叫做 那個戰術運用得最好 當然你說的是什麼 這些就是他輸的 就是 都是輸一些 口戰的問題 人雖無過 口戰難免 就是我們大吉明的 就是叫做 在優勢裡面 尤其是就是什麼 這個是跟之前 樂蒂騎士 打追擊那傢伙 犯了同一個毛病 一個追擊手 你這麼多嘴 就告訴人 你自己的位置 還有就是什麼 一個明顯就是 打陷阱打伏擊戰術的人 說很多廢話 讓別人研究一下 你的陷阱在哪裡 真是同一見到 當然你說這一場贏 其實是整套作品裡面 叫做最不合理的贏 你看到輸的一樣 都是個對手 是犯賤 想侮辱對手 又想 我不想你輸得那麼快 又想你折磨一下 又想玩一下 輸的也是一樣的 好老實說 你如果對照那件事 如果不是靈斗突然之間 解除到第二道封印的話 這傢伙依然可以嘴炮到尾 所以其實他是輸給外掛 這場是唯一一場 你覺得他的輸是劇情殺 沒有任何方法 而就是靈斗開外掛 應該在這套作品裡 開外掛的方式 是有一種方式的 你永遠不知天無流 這個古牌武術裡面 究竟有多少絕招 有弓又槍又拳 如果你忘記了 他一櫃說我 還有很多武器都用到 不如叫他叫孟亨算 即是你告訴他 問題就是 他告訴你就是什麼 我還未出招 叫得出個名字就可以了 知道什麼 我想得出個很喜歡的名字 你又死定了 你見最後第二季大紀國 沒有武器 我都能打到的 有拳有獎 當然要提到的就是 打機械人那一場 他也用了一些很傳統的 就是原本的敵人 打敗之後加入我方 然後我方變成 我方的士刀石和戰力單位 這個最明顯的 我們最不幸的角色 就一定是麒麟 作為一個始業十二人的第一位 拿來純粹去做士刀 在打那場機械人戰裡面 我知道他提供情報 這個犧牲很大 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麒麟打得更好 大家把武器 當初的時候 打不進去 只有麒麟可以靠自己的技術 去打進去 但你看到麒麟 沒有把黑龍魔劍 我打不進去 我是打不進去 然後我回想 你這麼重心 他打了什麼 他沒有把黑龍魔劍之後 其實很奇怪 怎樣說呢 如果你說要看Cumbo 就不會看男女主角 是看另外兩個鬥釘 反而真真正正 就是沙耶和麒麟 是真的可以做到 因為他們真的有前後衛的 崗衛的角色 一個是火力輸出 一個是前衛壓制 再加上擾亂 這個戰術 他打那麼久也是這樣打 因為其實男女主角很奇怪 要不就是one on one 那one on one 男主角就在打 女主角就在拉打 要不就是兩個打兩個 兩個打兩個 女主角後面扔炮 男主角前面都是劈 其實是沒用的 因為這樣說 如果你冷靜一點去看的話 Iris和麟斗 他們兩個的戰術 根本是不可以做到Cumbo 為什麼的原因 就是因為Iris是一個AE型的角色 即他AE的話 即現在不是打機 AE不會傷到我方 即他是炸起來的 你看到的 無論撤子型也好 射擊型的法術 他那些全部都是散彈槍 其實是 你只看他有一發中 基本上他們兩個組不成Cumbo 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 根本上是很難合得來 就出神奇 就是他們沒有改善的問題 即他沒有考慮過要不要弄太密集的彈 弄精準的彈 他沒有想過 所以如果你有想過 我覺得OK 都可能有改善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是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Iris找不到partner 或者不找partner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戰術 其實是不適合大部分的角色 他最適合的是什麼呢 找一個 我絕對不會倒下的 然後抱著對手 來吧 大家很坦 或者甚至是什麼 這裡裡面 最能夠和他組合的 雖然那個是敵人 就是Iira 即是用廉刀那個 因為是重力 重力是遠距離壓制 而他也是可以做到前衛的工作 所以其實整個 你雲工整個比賽裡面 和他最合的一定是他 就是重力 吹出別人動不動 然後就跑去 然後重力說 你打吧我 他很困難 他以為他控制 所以其實你看到 他們兩個才是一個 perfect match 或者這個組合的話 他真的是屬於 設定裡面一些 什麼什麼比賽的 連貫第一位那類型 全部人不能夠 令到他們受過傷 埋到身 一開場後 固定了你怎麼走 勵子兄弟也死定 一定一出場勵子兄妹 怎麼放符 你還沒走開 一開場後 按住他已經按住來打 真是重力壓制 當然你說 另外我們要最後 戰鬥裡面要說的 一定要說的就是 那兩件機械人 那兩場打得 反而覺得不好看 奇林跟他打就OK的 但當主角隊打的時候 就不好看 第一 沒有擺東西 第二 擺東西之後就爆氣 那有什麼好看 沒有擺東西的時候 我看不到你的技術很厲害 靈豆先生 你廢了 你還廢了奇林 拿回來之後 你屈肌了 不用玩了 反則太大了 這也是我回到 我一直說的 黑勞魔劍的功用就是 現在出現了一個 一個障壁很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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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其實 奇林也不是 他不是突破了那個障壁 是令到他的障壁錯開了 技術就是劍棋 對 完全是技巧型的 靈豆那種 你會看到 就是他沒有的 他表現得很厲害 就是他快 因為他很快 因為他很快 而且他的威力很大 這兩件事是 所有戰鬥的基本 如果這兩件事到了極致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打得贏的 如果你學會你快的話 物件的重力也會大一點 其實我要說的是 那兩個機械人 少少Cready 作者 就說沒有人阻擋你 第二次合體 真的 你有這個戰鬥去阻擋他 雖然 先其不要吐槽 他阻止那個方法 他阻止那個方法是什麼 他阻止那個方法是 總之就是大範圍的射擊 大家知道 就是 稍微有些老的人 也會想到 他這個大範圍射擊 他們合體的地方 是一定是真空的 最簡單的戰鬥是什麼 衝過去 不是 試一下衝過去 他好像有吃到蛋的 男主角 送到蛋 而 這個合體裡面 明顯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大張正義上心 整班人 這個戰鬥 其實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是有些出術的 出過機械人 這個位置也是因為 本來他一開始大賽裡面 改規則 說 我們可以用Avatar 去代表你 但其實 你想一下 這個比賽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是 有精神力 精神世代的學生 的競技 那 人偶 你應該是 你應該扮一場 機械人大戰的比賽 好像現在的奧運 刀片跑手 算不算人腳 是同一個概念 很乖 這件事很公平 因為你研究完自己 坐在機械裡面 我當你開機械人 也挺親自上場 是的 你提供精神力 那些是你手臂的伸延 ok fine 這個外部骨骼 對嗎 這個外部骨骼 你們拿劍 那把劍也是你的伸延 你還要拿著 什麼黑羅什麼鬼 你這些 那些人都屈了機 你應該說 全部比賽全部人都用 standard武器才對 這樣才夠公平 ok fine 這件事你不要理他 出現就是 你看到機械人 他沒有傷勢性 他可以用一些 這個比賽裡面 所謂用不到的一些方法去進攻 因為他沒有傷 而且這場比賽 其實有一個很致命的問題 大家應該是要投訴的 喂 休息時間太多 你兩天或者一天 你就要去打個機械人做什麼 人來換pass 再打個 你看到這件事其實是不fair的 這件事是 但是這個比賽 大家又覺得很合理 會精彩一點 等他第二屆 可能改賽制 不過我們已經不知了 因為下一天他抄了另一個比賽 戰鬥裡面其實我們說了很多 我們一直沒有說過角色 其實因為本身 為什麼不說過 他角色其實真的透露很薄 即使你說 大家都看到的 就是整班女杜貼的後工作品 但這一類作品 其實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什麼呢 即使你之前 你九點到十點 他就十點到十二點 然後一個午餐時間 就不知跟誰實現 然後他都排滿了 就是什麼 你從來不覺得主角是有時間練習的 但是這套其實我覺得 在這方面 我覺得透露很薄的 這方面 叫做什麼呢 那些女角 不會說 啊 不行 你跟他去街 這次到我 然後 就變成了什麼呢 整個日程裡面 或者是我們觀眾的視點裡面 所有的事情都看到 是什麼呢 那條女兒拉著她 飛來飛去 然後又有戰鬥 又要打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算不算成功 其實 但是至少你看下去 沒有那麼理會 不是 因為他正在比賽 比賽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 沒有日常會 前期我們旗林隊 跟你是敵人 我們不會怎麼交流 只要我聊聊聊聊聊聊 每天街 吃飯都會 都會 呂木姐被人捉了 我們幫你救他 現在分開行動兩隊 那當然不會在一起 是不是 那他叫OK的 這樣說話 就不通 但是這套事情裡面 都是說 他一切的劇情橋段 然後呢 不要深究 我可以認真的 深究 我簡單舉的 剛才說的 暗殺那條人 暗殺那條人 是收到一個call 就是什麼呢 他說的 你千萬不要報警 或者你不要想試圖來救人 我會殺了一個人質 然後他入爺 踢開門那一刻 已經是全世界都知道 那我能殺人質 沒問題 這些是勢位 我覺得是 就是 你想到的話 你就會覺得 有沒有搞錯 而 最大問題就是什麼 然後 全世界都知道 是那個所謂 惡什麼鬼之王 那條人 搞事 然後全民都說 我知道他搞事 不過算了 沒有證據 什麼沒有證據 擺明一切的證據都指向著他 仍然跟他一起合作 當然沒有證據 那就是沒有證據 最棒的一件事 我覺得去到第二季 不知道一集 他就跟男主角說 靈斗 靈斗說 你還擔心找你姐姐 對呀 要找我姐姐 我給錯了 我也是找我姐姐 靈斗的目的 他一直都定義不了 就是什麼 他一開始就想說 Born Yuris 沒有什麼 他一開始就想說 我姐姐離開我 是有原因的 他既然有原因的話 我都不便找他 我在那裡混女兒 算了 但是他也想要過 他也想要過 他要拿黑暗魔劍 就是因為這把劍 曾經給姐姐用過 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回來 但之後你見到 他不停被惡辣之王做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 這把劍和姐姐失去什麼關係 找些事回來 他沒有想過 或者這麼說 他對他姐姐的感情 其實我覺得是挺淡薄的 因為就是 很多時候 是別人不提 她是不記得的 是跟女兒提的 才記得 然後說 Iris的對白就是 你沒有願望的嗎 他就說 我沒有願望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 就是幫你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Iris的對白是什麼 我形象化 他就說 你想清楚一點 你是不是不記得了 一些東西 我記得第一季的時候 為何參加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 贏了之後 有個願望 願望可以找姐姐 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說 是 原來我有姐姐 我完全不記得 有異性 沒有人性 就是我的觀眾也記得 你反而不記得 你這個主角真的厲害很多 然後 然後 叫做 到大會結束之後 應該說 有什麼願望 我不記得 贏了 開心 現在我很威力 你說什麼姐姐 神經病 我打得這麼辛苦 因為我姐姐鎖住了我 不是 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他姐姐 帶著一絲的怨恨 所以沒有人看 睡覺去算了吧 其實我覺得 他的原位 其實原得不太好 不如在比賽完了 他拿到冠軍之後 那個位置就完了 因為他之後再鋪 就是鋪回 就是 5對5的問題 5對5的問題 但是原來不打 但你又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拍第三季 沒有 你明明說第二季 因為第一季拍的時候 已經過名第二季 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已經看到他掛牌宣傳 他已經過名會拍兩季 但第三季會不會做呢 就不知道 所以說 你不應該這樣拍得出來 對 所以說 你應該是贏了這個祭之後 就算數了 我說的 劇本不夠 而當然 其實後來那段故事 最大的serve是誰呢 就是serve會長 會長沒有出一場 因為會長在第二季裡 大家如果看片尾 你也看到他不停在擦自己的存在 說 我沒有離開過的 我還在這 我是女主角 我知道 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是 原得不太好 他也是佈了一條尾 當然這個 你說 是不是第三季鋪路 我們不知道 我這樣說 這些魔法戰爭類作品 這套真的拍得四平八穩 至少就是 它的孔位不是很多 那些孔位是什麼呢 你會以一個有善的態度 去接受它 這麼好人 你突然 都要明白 今季有很多 拆過下限力 拆得太深 你就會覺得 這套放過它也可以 但是應該這樣說 仲冠現在整個 魔法戰爭level來說 他看得舒服的 他是看得舒服的 跟IAM說的一樣 是看得舒服的 只要大家 不是很著眼 一些很微細的細節 很著眼的 第二季 你把角空小了這麼多 有沒有搞錯 很著眼的 很介意這件事 你要在意這件事 你不如去著意 那個八武裝戰技更好 那個恐怖 簡直是 簡直是超科技 這套我們彈監會說 所以就是 當我看到這件事 他這個恐怖 好小事 這套我們就 講到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